难怪孙悟空一变成松树 就被菩提祖师撵走 你听乔夫唱了什么歌 从西游记的开篇来看 孙悟空的确是一个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 单单孕育孙悟空的那块鲜石 就吸取了数以万年的日月精华 孙悟空出生之时 有两道灼灼金光从孙悟空的眼目中射出 直达天庭 不过正如菩提祖师所说的那样 孙悟空身躯笔漏 像一个食松果的狐孙 也正因为如此 孙悟空走出花果山之后 穿过东圣神州 南瞻布州 还越过了两重大海 依旧没有一个神仙主动收孙悟空为徒 菩提祖师这位伯乐却是慧眼识人 他深知天地所生的孙悟空非同小可 当即就收了孙悟空为徒 后来从会机敏的孙悟空 多次破解了菩提祖师出的盘中暗谜 读者们也看得出来 菩提祖师对于孙悟空这位爱徒是相当喜欢 祖师不仅将长生术 变化术倾囊相授 还特地为孙悟空量身定造了一门飞行术 这就是孙悟空日后纵横三界的金斗云 然而在方寸山的第十年 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孙悟空只不过变成了一棵松树 就惹得菩提祖师大动肝火 那时孙悟空将菩提祖师传授的 七十二变链的炉火纯青 他架不住师兄们的软磨硬泡 于是在一番吹捧之下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棵郁郁青青的松树 师兄们大声欢呼声引来了菩提祖师 菩提祖师一顿怒斥 随后就将孙悟空赶出了方寸山 如此变故 就算是灵明诗侯孙悟空也措手不及 而对于读者来说 初读西游记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菩提祖师过于小题大做了 毕竟孙悟空也没犯什么原则性错误 菩提祖师一番教育就好了 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呢 直到我们长大之后重新翻阅原著 才赫然发现吴承恩藏在原文里的暗示 原来孙悟空刚到三星洞的时候 他发现了洞门口有一副对联 下连写着邪悦三星洞 无论是灵台还是邪悦三星都象征一个字 即兴 这样看来 菩提祖师会选孙悟空做徒弟 除了看中孙悟空的天赋之外 祖师还看中了孙悟空的不忘初心 无独有偶 孙悟空当初群仙问道之际 原文也是这么写的 孙悟空朝参夜宿 一心里访问佛仙神圣之道 密各长生不老之方 见世人都是为民为利之徒 更无一个为生命者 等于说 正是在孙悟空的精诚所知之下 菩提祖师这才敞开了方寸山的大门 迎接孙悟空 不过孙悟空练成了法术之后 有了卖弄神通 忘了初心的迹象 眼见孙悟空变心 菩提祖师自然容不下他 有意思的是 当年孙悟空出道方寸山的时候 山中乔夫唱了一首歌 歌词就暗示了方寸山 乃是一个非比寻常之地 书中是这么写的 乔夫唱道 不会积谋巧算 眉容乳 甜蛋言声 相逢处 非先即道 注意侨夫所唱的那句 不会积谋巧算 眉容乳 甜蛋言声 这一句话暗示了在方寸山的立身之道 既不能处心积虑 也不能利欲熏心 方能在山中甜蛋言声 但卖弄神通的孙悟空 显然已是野心勃勃 愈悦欲试了 菩提祖师身为精通世如道的三界大能者 他岂会看不出来孙悟空的变化 因此 菩提祖师借着孙悟空 变成松树的这件事大发雷霆 不管孙悟空如何跪地求饶 仍狠狠地将孙悟空赶出了方寸山 孙悟空临走之前 菩提祖师还一再警告 不管孙悟空如何为非作歹 绝不许说是他的徒弟 果然不出菩提祖师所料 孙悟空一出山 就开始在三界里为所欲为 孙悟空先是闯入龙宫 巧取豪夺 抢走了龙王的金箍棒 他随后又打进地府 涂抹生死布 将幽冥界闹得鸡飞狗跳 不可一世的孙悟空 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他妄图打进灵箫宝殿 却被如来一巴掌压在五行山下 足足困了五百年之久 如此看来 菩提祖师当年并没有小题大做 孙悟空如果继续留在方寸山 一样会犯下弥天大碎